洛杉矶与拉斯维加斯之间的高速铁路项目周一正式开工 预计在2028年迎来首批乘客 未来乘车去堵城油管只需要两个小时 此项目的运营商Brightline West公司介绍 新铁路全长约218英里 大部分将沿着洲际公路15号建设 预计将包括在加州库卡蒙加牧场和维克多维尔等地设站 高速列车计划以每小时约186英里的速度运行 类似于日本新干线 将使得从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的旅行时间 从4小时缩短至2个小时左右 此外预计未来每年单程乘客人数为1100万人次 即每天约3万人次 票价远低于航空公司的旅游成本 货车上将提供休息室、无线网络、食品和饮料销售 以及行李托运服务 Brightline已经在佛罗里达州成功运营 迈阿密至奥兰多高速列车 其经验将对本项目的实施提供宝贵参考 公司还计划将铁路网路扩展至其他城市 尤其是那些对于飞机来说太近 对于开出来说太远的城市间 Brightline的高速铁路项目 获得了拜登政府65亿美元的支持 其中包括来自联邦基础建设基金30亿美元补助 以及批准发行价值25亿美元的免税债券 美国运输部长Pit Buttigieg表示 这条耗资120亿美元的铁路将成为连接 罪恶之城与天使之城的重要交通卖路 是美国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交通建设 不仅将限出所短两地之间的旅行时间 还将带来数千个工作机会 并期望能够减少道路拥堵和空气污染 随着2028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临近 这条高速铁路的开通将为大量前来的游客 和运动员提供便捷的交通选项 此外铁路还将进一步加强 洛杉矶与内华达州之间的连接 有利增进双方的商业和旅游活动 极大的促进两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